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洋日赶路啊 不知道 下一次店 所以 你不是完全没有记忆 对不对 唐欣 加油 等你好消息 小主播 赶紧把沈君人带回来啊 唐欣 这次我也相信你和沈君人 能渡过难关 小姐姐 加油 让队长撑住 小姐姐不怕 老天也会保佑队长振作的 唐欣 拜托了 妹子 沈帅哥就靠你了 沈清源 这是场合命运的拔河 所有人现在都站在你这边 所以求求你赶快好起来 好不好 谢谢 请 请 按 请 等一下 请 走 您要就是 看 你不应该可以 还是 汉 为什么 想 让我 你们 背方 陈静元 你看 这是当时的交通税库认定书 按照上面的记录 你奔跑的方向不是逃走 你是来救我的 你看 你真的没有逃走 你是来救我的 你要是还不肯相信 那我们就一起会实地验证一下 好吗 沈静元 我们先去住宿的地方放行李吧 然后再去给冬早买点零食 这次走得急 我怕他东西没带够 冬早 我怕他想我们 走的时候把他托运过来了 我们应该快到了 应该就是这附近了 不过那个岔路口 好像应该再找找 说起来 这里跟一五年差好多 你看那边 还修了地铁 路面也变宽了 确定是这条路吗 确定 小路也会长大的嘛 走吧 这个路口就是必经之路了 应该就是这里了 应该就是这里了 没事的 沈静元 你当时绝对绝对是打算跑过去救我的 你看 你当时的所有行为 都被这个监控排下来了 那辆车是从山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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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望难行驶 但你是逆行 那辆车就迎面撞上了你 沈静元 你当时绝对绝对是打算跑过去救我的 你真的在跑向我 那我们上去吧 说不定你真的会有影响 讨厌 先危陪 我们下车 放开 你家香 别动 别动 那天我就在这里 别说了 没关系的 沈清源 那天我们不自拍完 没多久就走到了这里 然后就遇到了劫匪 那两个人应该是有前科的 所以躲到了这里 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就 你想过去看看吗 我不去了 唐县 我们回去吧 沈清源 既然你肯陪我走到这里 已经很好了 是不是也说明 至少你愿意相信我了 就算周月给的证据是真的 一张事故认定书 一张车祸现场的截图 两份真实证据的解释 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迷面 是不是也说明这件事情还有别的解释 唐县 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 你这个大笨蛋 你果然还是不明白我的心意啊 因为我喜欢你啊 喜欢一个人 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对我的好 我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感受到了 任何事情都无法轻易磨掉的 因为喜欢 所以信任 对不起 你一说这三个字 我就想哭 那我以后不说了 这还差不多 你以后不能再让我这么辛苦了 你以后也不能丢下我了 谢谢 那好 没事 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洋日甘露啊 不知道 下一次店 所以 你不是完全没有记忆 对不对 以前啊 你正常陪我坐车往返 就是为了来吃这家甜品 我最爱的就是洋日甘露 你还爱开玩笑说 爱吃甜品的都是小吃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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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库地重温又真的有效果啊 既然这样 那我们明天就重温一下高中时报 怎么样 什么呀 该往哪儿走啊 是往哪儿走啊 你找不到回学校的路了 我肯定是来过的 我就是有点不太记录 录痴嘛 我导航一下 不用 那边有工作室站 快 神清元 你现在手机用得这么熟练 有备无换吗 神清元 你快看 这趟车的终点是我们学校 你还记得吧 永城市玉英高中 我记得 我还记得你说过 你的学校是一中 在城南 傻了 你明知道我是在骗你的对吧 忘了吧 忘了吧 反正我们现在要去找回真正的记忆的 不好意思 麻烦让一下 我有影响 特别是那条走廊 那个时候训练 往返班旗跟训练场 两点一线 别的 有点模糊 那是因为你在这里 所有的重要记忆都是跟我在一起 所以其他记不清了 神清元 你知道吗 每个女生谈恋爱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带自己喜欢的男孩 回趟自己的母校 这个男孩越是对这里不熟悉 女孩就当向导 老当的越有成就感 我们进去吧 我们进去吧